欢迎大家来收看《环球汉语》2019年9月份的心理直播活动 我们首先是唱辉歌 开口说汉语好 同学水平又提高 开口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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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学习很容易 欢迎大家来到《环球汉语》2019年的9月份心理直播活动 我们这次的直播活动是跟大家聊一聊讲南京话 南京话和普通话是区别相当大的 普通话是现在的学习汉语 那么如果是你去上学的话 学习汉语的要考试的口语内容 那就是学习普通话 南京话是中国的南京这个地方的地方放言 南京话的历史非常悠久 有好几千年的历史 普通话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晚 普通话只有800年的历史 而且如果讲到历史上面的 对于普通话来说有巨大影响的地方放言的话 那么首当其冲 不可忘记的一条呢 就是南京话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 现代汉语的普通话的祖先 可以说是祖师爷 因为当时呢是明朝时候 这个明朝监督呢 当时是现实闹革命推翻了元朝的通知 然后呢建立的是明朝 明朝的首都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 所以的话呢 南京话当时呢 是朝廷的这个官方的这个皇帝 所在的皇宫语言 那么呢明朝的时候呢 正好呢是中国的这个冠元呢 自发的觉得呢 就是说大家呢 南枪不掉 很多话呢 这个相互讲的时候呢 听不懂 那么呢需要一个冠话 也就是这个后来呢 历史上面很著名的叫降怀冠话 那么这个冠话的这个想法呢 是当时明朝的时候 自发的想出来的 那么当时冠话的这个发展 也就是脱胎于当时的南京话 所以如此算下来的话呢 这个几千年的历史 三千年历史的南京话 发展到了明朝的时候 然后呢突然接一个机会 影响催胜出来了一个 叫做明朝的冠话的这么一个语言 后来这个语言呢 到了清朝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于是呢 这个等到推翻了清朝 然后建立敏国了之后 再一直到延续到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 那么这个我们的汉语的 口语的这个部分的发展呢 就越来越 趋向于现在的这个环境 所以的话呢 如果我们讲起来 我们现在在学习 普通话的这些 我们所有的学员啊 这个全球现在应该 已经是几百万 几千亿的这个 几千万的这个人口 已经是这个 除了中国国内 华人讲汉语 讲普通话之外 学习普通话之外 海外的学习普通话的人 也都在 学习汉语的人 也都在学习普通话 所以呢 讲起来广大的 普通话的学员 你们这个学的所有的 这个普通话 这个标准的版本 那么历史上面来说的话 受到最大的一个影响的呢 就是受到了南京话的影响 是一个低放放言 对普通话做出来的贡献 好 今天的我们的 聊一聊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在我们的视频下面 给我们留言 谢谢 谢谢